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前发文 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 文章说所谓调查研究要用新方法 简称四不两职 也就是不发通知 不打招呼 不听汇报 不用陪同接待 直奔基层 直查现场 香港经济日报指出 所谓四不两职的方法 其实就是按查按访的一类做法 文章还列出了需要调查研究的12个方面 首先是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和习近平的所谓重要指示批示的情况 其他还包括中共意识形态领域 面临的所谓挑战 社会维稳中的重大问题 和长期未解决的老大难问题等等 习近平他上台之后 他首先搞的是各种的督查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叫明查 现在这个明查 他慢慢的就变成了这种暗查 那为什么要变呢 实际上也就是说明了 中共内部已经对这种东西 有所适应 他这种查已经达不到他原来的效果了 现在有官僚主义的风险太剩了 所以他们就是官场上都是 相互之间的不讲真话 讲套话 然后呢讲假话 你说真话呢 你反而生不了官 你说假话呢就能够升官 所以呢 这个官呢自己就开始边讲话 边讲的东西 在所谓的反腐巡视方面 3月27号晚 新华社公布了第一轮巡视对象 有一家被单独机动巡视 就是国家体育总局 中国媒体形容 恐怕又有人彻夜难眠了 不过所谓的机动巡视并非新手段 它创立于2017年 中纪委网站曾用小队伍 短评快 游动哨 这三个词来形容它的特征 是出其不易 攻其不备 李林一认为 中纪委从最初进行的就是巡视 后来推行机动巡视 也就是暗查暗访 其实是特务治国的一套 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共内斗的激烈 和政治的黑暗 新台日视台记者韩非特务记者洛亚 采访报道